Denis,聽說Poly這邊有很多鬼故 聽說永別亭有多出名 永別亭以前在Poly一個角落頭 其實是用來存放先人為體的 為何會放在紅磡呢 因為方便用火車運輸和磨合石 其實有沒有鬼故呢 我都不太清楚 但一段一段的鐵路 除了發展出一些新的路線之外 亦與我們香港的城市規劃很有關係 例如早期區域的發展 都是因為鐵路而出現 我們接下來就和大家一起去看看 鐵路和我們的生活 如何息息相關 鐵路和大家的日常生活息息相關 上班、上學、逛街之外 其實鐵路還有很多不同的用途 亦都有不少特別的故事 如在愛神經這裡 你會看到六條冬鐵的路軌 其中兩條就是大家現在乘車很熟悉的 冬鐵線過海段路軌 有兩條就是以前去紅磡站地面 月台老軌 其實還有兩條的 就是去尖沙咀火車站本來的正線 現在就變成韓文鐵側線 將來就會做工程用途 我們現在來到九龍塘火車站外面 說到火車這兩個字 似乎我已經暴露了我的年齡了 在兩鐵合併之後 其實火車這字已經佈入了歷史 現在我們都會稱它為港鐵 九龍塘區的發展 原來都是與火車的發展 有非常大的關係 在早期九龍塘區的發展中 都是參照著一個所謂花園城市的模式 將綠化的概念 帶入現代的城市中 很強調它們的密度 是要比較低一些 形成一個比較舒適的環境 緊貼著這個九廣鐵路的走線 九廣鐵路顧名思義 就是連接起九龍和廣州的一條鐵路 從這條這麼有歷史的鐵路 我們都可以看到 香港在歷史上作為一個交通樞樓 這條這麼有歷史的鐵路上 相信都有不少遺跡 不知道鐵路迷它們又知不知道呢 那當然是知道 在我們身處的九龍塘站附近 就有這個停用了的閹敦山隧道 1910年九廣鐵路起的時候 就開始使用 到1981年隨著電氣化而平用 是香港現存最古老的鐵路為止之一 兩公里長的隧道用了四年時間興建 其實當年來講 起隧道是非常困難的 除了用炸藥去炸開山之外 還有用人手開鑿 開鑿也相當不順利 要不斷調整才成功 所以才用了四年那麼久 那為什麼要到1982年才有九龍塘站呢 其實跟電氣化火車的性能有關 燕敦山隧道兩邊隧道入口都是上斜的 柴油火車性能比較差 一定要儲蓄能量才衝到上隧道裏面 直到1982年電氣化火車頭的服務 因為電氣化火車性能較佳 才可以在九龍塘站設施服務市民 當年服務香港市民的柴油機車 現時就存放在沙田車站裏面 知不知道原來以前有鐵路可以隨時在中途上落 我知道你當然在說沙頭角支線 沙頭角支線也是九廣鐵路最早的支線 但現在的建築只剩下孔領站的遺跡 其實它也是一個三級歷史建築 非常有保育價值 沙頭角支線當年是用窄軌蒸氣火車頭 拖動沒有蓋的車卡 而且開得很慢 所以如果你住那裡的話 在家門口下車還可以 好像很方便 但當時的這些列車是沒有蓋的 乘客隨時要日曬雨淋 下雨可能要擋一把傘 我們現在來到大衛站 你們知不知道為何大衛站以前會叫木頭站 這個我就熟了 在80年代九鐵電氣化工程 在大衛興建永久車站期間 九鐵為了提早服務居民 所以才興建臨時車站 要用木材興建 廁所和售票處這些設施 就用貨櫃搬進去 因為設備相當臨時 就被居民開玩笑稱為木頭站 大衛以前除了木頭站 還有一個地方非常特別 這裡嘛 以前叫大衛歡樂城 和青龍水上樂園 當時還和麗園和可洋公園 是三大香港主題公園 我記得當時有個很大的摩天輪 百多米高 比現在中環還高的那個 我記得以前經過大衛站 最有印象就是見到旁邊的單車公園 很可惜在2001年的時候 因為要發展馬安山鐵路 所以今天這些地方都被車廠 車站和附近的住宅發展 所取代了 而成為了我們集體回憶的一部份 其實鐵路的發展 除了代表我們很多交通上的便利之外 在紳士靜的發展中 亦都起到一個很重要的角色 回到六七十年代的時候 當時亦都打算利用鐵路站 作為整個社區的一個核心 回到今天我們看到的沙田站 其實它是在1986年的時候落成的 周邊亦都連接了很多商場 社區設施、交通、車站等等 在沙田站這個很成功的例子 其實我們都可以見得到 鐵路站現代化的發展 和初型的形成 連接商場設計 亦都有被應用在其他車站上面 例如1989年新加建的泰和站 就位於泰和廣場裡面 整個車站 由月台到大堂 都是和泰和廣場電話在一起 方便泰和村居民的交通 同日常生活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留意到 其實香港很多的鐵路站 都非常之有建築特色 甚至乎列車一到月台 你就會認得出它是甚麼車站 例如像我們現在身處的大學站 你們對它有沒有甚麼印象呢 大學站為少數 月台不是全部都有上蓋的車站 好像沙田、羅湖都是這樣 車頭、車尾沒有上蓋 雖然夏天熱就熱了一點 但是這裡看到中大山城的風景 也有少許英國的感覺 除了風景漂亮 還有一件很特別的 就是月台空隙特別闊 由於列車行駛和轉彎時 需要預留動態界限 即是轉彎時的擺幅 而大學站的彎位特別急 所以控隙就特別大 大家乘車的時候 最重要注意月台空隙 雖然今天的鐵路發展非常完善 但其實當中都經過了很多次的改良 和修正才能做到 例如在七十年代尾 香港就已經開始了修正早期系統的計劃 也就是今天我們看到的 荃灣線和觀塘線 在短短的五年入面 就已經興建了由觀塘到中環的十五個車站 當中還包含了過海隧道的一段 而在九廣鐵路方面 為了配合香港的城市發展 和令列車的行駛更加有效率 在走線上都做了不少的改動 九鐵在九十年代拉直了白石角一大走線 由以前靠三邊走 去到新的海濱衛斯 拉直走線除了可以降低列車行駛的噪音之外 亦都可以提升行駛的速度 貨車路線拉直了 但沿路還有些基建保留至今 例如白石角優景里的UB19橋 還有一個好例子 除了UB19 在我們身後的UB17橋 到現在還有使用 服務了香港市民一百一十二年 現時交通保育或鐵路保育的地方 就只有鐵路博物館一個 但外於空間和人手所限 都未做到太好的復收和展覽 例如柴油火車頭 和歷史車卡的復收和保養 亦都需要一班專才去負責 去年退役的烏鷹頭列車 盛載著很多香港人成長的回憶 到底可以怎樣去保留 把這些回憶帶到下一代呢 一些歷史地標 例如孔嶺站或紅磡火車站 怎樣可以在城市規劃 和保育之間取得平衡 可以將歷史保留下來呢 在籌劃交通博物館的時候 期望可以聆聽多些專家 和交通迷的意見 讓這個博物館 更加符合大眾對於保育的期望 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了很多 香港鐵路早期發展的歷史 大家又知不知道 其實我們每天上班上學都會經過的車站 都有很多值得我們欣賞的建築美學元素 如果大家想知道更多 記得Like這條影片 以及Subscribe Canon Hong Kong的YouTube Channel 下一集我再和大家介紹一下 車站建築的美學 Bye Bye Cannon Delighting you always Cannon